字幕 李宗盛 好 我們現在來畫一個比較簡單的題目 是15 15畫完之後我們再畫13 你會發現15跟13長得大同小異啊 都很像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15這一個零件 我再放大一點給你看好 15這一個零件你看喔 它最外圈這裡是直徑7.5 厚度是不是3 然後裡面這一個洞也是3 又從上面 最上面這裡挖一個3的洞 它挖兩個洞 那這個的話很簡單 首先我們來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到part design工作台 選新的body 新的草圖 前世圖XZ平面 然後選完之後 這裡7.5這裡是3嘛 所以我們一次畫兩個圓 畫第一個圓再畫第二個圓 那在畫的時候可以把游標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看到那個形狀就出來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圓心直接對上了 就不用再去接它 現在外圈這裡它的半徑是7.5除以2 所以你有時候會發現你畫出來跟你想像出來的那個大小都差很多喔 那這個就是要調整了 3除以2 調整一下 這樣子 好 接下來要長厚度 注意 現在長厚度的話 我的厚度是不是5對不對 那現在這邊就要跟各位講了 因為等一下你要在中心點這裡畫一個圓 也是直徑是3的 因此我不要長一邊 你看喔 我現在長厚度是5 那這邊請你選1平面對稱 這樣了解嗎 好 一平面對稱 這樣OK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它這邊有一個斜角 但是它沒有講這個斜角倒多少對不對 它沒有講嘛 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喔 我們選中間這裡 隨便倒個斜角好了 1很明顯太誇張了 那我們弄個0.2好了 0.2跟這個比起來是不是看起來差不多 它沒有寫要多少 它這邊倒斜角這邊沒有跟你講要倒多少 所以就自己發揮啊 然後最上面這裡挖一個洞是3 我先選上式圖來看一下 上式圖是這樣子 現在選一個草圖 有沒有看到這個草圖的中心點 是不是在它的圓心 是不是等一下畫了那個3的圓心 這樣子你是不是就不用在那邊去調整了 因此這一張圖啊 這個3D模型在漲厚度的時候要選1平面對稱 了不了解 這個跟等一下要畫的第13個零件也一樣 因為第13個零件是不是左右對稱 然後這邊又挖洞對不對 它有很多個地方挖洞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做的時候也是要照這種方式去做 好那這個是XY平面 OK 這樣子看不到裡面 這個時候請你選這裡 我們把它選成是線框模式 線框模式是不是就變透明了 然後再畫一個圓 直徑是3 畫完之後你旋轉看一下喔 這個圓是不是在中心點這裡 是在這邊對不對 那麼它在這邊的話選Close 我們現在要挖洞 看清楚喔 我現在用透明的給你看 你就知道挖洞怎麼挖 我現在挖一個洞 選貫穿嘛 結果它是往下挖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選反轉 那個洞就長到上面來 有看到嗎 其實沒差啦 因為這個零件不管你是往上挖洞 還是往下挖洞都一樣啦 只是我們現在畫的是不是洞在上面對不對 那這樣子是不是看起來比較符合 這個第15個零件的這個樣子 那麼做完之後 選OK 斜45度角 放大 好這樣看起來可以 一樣給顏色 好吧隨便啦 歡喜得好 那這一個的話呢 就Part15